俄军TOS-EA温压弹火箭炮向乌军猛烈发射 打赢基普嫩魔 打输古拉格劳魔 俄军先进重火力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投进巡航导弹 隐身巡航导弹 堡垒重型反舰导弹 龙卷风远程火箭炮一直到温压弹火箭炮都已经上阵 从实力上来说 俄军是绝对优势 无论是制空拳 装甲力量 炮兵和火箭炮力量还是兵力优势 现在 俄军竟然比较缓滥 主要原因是后勤问题 从俄军公开信息看 俄军近期主要任务 首先是解决后勤补给问题 其次是对后方交通线乌克兰游击队进行全面压制 最后是补充弹药 公开信息显示 俄罗斯已经要求军工厂 加快生产巡航导弹和远程火箭弹